火力無線精彩988網絡電台 我是漢翔 而且在我身旁的就是我們的梁文英 哈囉漢翔 你好 妳好 大家好 我是文英 是 這一次真的很榮幸 可以跟文英做一個簡單的訪問啦 所以想請問一下文英呢 你這次來到新加坡的感覺是怎樣的 一樣很開心 我好喜歡新加坡 是 你覺得新加坡的這個食物呢 是哪一樣食物 對你來說是最難忘的 肉骨茶 肉骨茶 新加坡肉骨茶 很多人都說他們吃膩了 可是我不知道我每一餐一定要吃到肉骨茶 所以你吃了新加坡的肉骨茶 是有胡椒粉的 對嗎 有帶一點 就是辣辣的 它的味道有 表面沒有胡椒粉 表面沒有胡椒粉 融化了 融結了 欸 那叫什麼 對啦 煮開了啦 煮開了 其實在台灣有肉骨茶嗎 有 是一樣的嗎 但是不叫肉骨茶 我們比較叫藥膳排骨 藥膳排骨 它味道是很不一樣的 它比較有一些中藥的東西在裡面 因為台灣人喜歡吃養生嘛 喜歡補 一直補 其實馬來西亞有個肉骨茶也是有一點帶中藥味的 新加坡其實也是找得到 新加坡有兩種不同的肉骨茶 可能你吃到的是那種就是帶胡椒粉的 會有一點辣辣的 對 它味道比較就是不一樣啦 對 我不能喝它的湯 但是我可以吃它的肉 就吃得很過癮 喔 它的湯會帶 會比較油辣 就是會比較肥一點 除了肉骨茶之外呢 還吃過什麼好吃的食物 我講的一定會覺得很無聊 不會啦 我覺得 豬肝 豬肝 我喜歡欸 怎麼會喜歡豬肝呢 因為你們有名的東西 巧克力我也不能吃 綠蛋糕我也不能吃 但豬肝我就可以吃這種東西 為什麼會不能吃呢 但我要回吃身材啦 喔 但是 有吃過啦 之前還是有吃過新加坡的巧克力 太棒了 太棒了 我記得梁文妮本身現在是在積極的減肥 對嗎 對 因為要演唱會了 在台灣要辦演唱會 然後有什麼減肥的秘方嗎 我覺得 我覺得 要吃真的要很控制 大家說少吃多運動 可是你如果多運動你就會多吃 所以我覺得 吃的部分是最需要去克制的 吃的部分 所以說盡量少吃 對 可是有時候 不是盡量少吃 吃對東西 吃對時間 像你自己本身通常會吃怎樣的一個 有一個就是營養師為你調整一個 營養的配方嗎 對 但就是自己在外面 有時候手頭上沒有的時候 你要選擇別的東西還是要注意 那其實私底下呢 你的這個 就是你本身的服裝都是有這些 就是可能有贊助商等等 對嗎 私底下的梁文妮是怎樣的一個裝扮的呢 我很Casual 非常 非常 休閒 對 T恤短褲 對 脫鞋 涼鞋 對 出去就是要很輕鬆自在 除非有特別的場合 朋友生日啊 或聚餐 就是照一打扮 那你覺得你自己家的衣櫥呢 最不能缺少的衣服是什麼 背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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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夏天派得上用場 對嗎 沒有沒有 它也可以穿在T恤裡面 嗯 所以它很好用 我覺得背心長版短版的很重要 背心很重要 對 有些衣服很透 你就需要背心在裡面穿 像是鞋子呢 鞋子我還好啊 雖然真的越買越多 可是 就是 有時候穿拖鞋比較多 是是 而且這次我們聊一下 專輯《情人之己》是第三章的專輯 對嗎 你覺得專輯裡面你最愛 最喜歡的歌曲是哪一首呢 我最喜歡主打歌 還有 就是《情人之己》 還有《還是朋友》 《還是朋友》 為什麼會特別喜歡這兩首呢 嗯 《情人之己》是 因為我每次唱的時候 我都覺得 會想到現在有的東西 就覺得很幸福 想到現在有的東西 擁有的東西 因為它不一定是情人 但是 它的旋律啦 就讓我覺得 很陶醉在自己 擁有的世界裡面 就是 世界這麼大 有一塊地 有一些人是屬於你的 是 就覺得 哇 那種感覺很幸福 是 有時候我覺得就是幸福很重要 像梁文英自己本身 現在覺得你自己幸福 對嗎 當然當然 而且你覺得這個專輯 整個專輯裡面 你最想要感謝的人是誰呢 專輯一定是製作人最辛苦 製作人最辛苦 對 然後 然後 我也感謝自己啦 對 就是 這一次其實有很多 我願意 拋開的東西 比如說技巧啊 它有時候 技巧 技巧有時候會阻礙你感情的發展 嗯 對 然後 它是我以前一個滿嚴重的問題 但 如果不那樣唱 我就會覺得非常沒有安全感 是 但現在我願意試著先把它放掉 然後 就放入多一些感情下去 對 自然人感情就帶出來了 嗯 然後你覺得就是 星光大道之前你參賽的時候呢 那個唱法跟現在是很不同了嗎 噢 不一樣了 我覺得不一樣 還是有聯絡之前的這些參賽者嗎 噢 有啊 像第二班的 他們最近都在忙什麼呢 呃 都有耶 都有啊 拍偶像劇啊 嗯 可是如果梁文英有沒有想過 就是你本身除了唱歌之外 有沒有想過往別的方向去走 像是主持啊 呃 拍電影啊等等 有有拍過電影也有拍過上去 嗯 那目前主持是還沒有 嗯 所以有在考慮再接 可能如果有戲的話 有電影可以接的話 如果有會考慮 對 就是我覺得拍戲還是 還不錯喔 自己拍過雖然很辛苦也很不容易 真的拍戲真的很不容易 嗯 可是可以一下子學到很多東西 對 然後 真的是考驗自己的能耐 嗯 不過現在你覺得呢就是 如果叫你現場就唱一段輕唱一句可以嗎 就是你的主打歌曲 好啊可以啊 我們對在鏡頭 現在嘛 嗯 我非常愛你非常決定 你像情人又像自己 多麼幸運 能遇見你 是像天賜給我的福氣 哇 哇 哈哈哈哈 因為我每次都是我自己本身滿喜歡看這個星光大道的 都是在螢幕上看 就很少在現場聽到 所以現場聽到我覺得真的是那個感動度很夠 哦謝謝 對真的很好聽耶 謝謝 真的有點飆出眼淚的感覺 你真的你好誇張喔 我覺得真的很好聽啊 謝謝 因為我一向而本身都是滿欣賞梁文英的唱法 哦謝謝 因為我每次在卡拉OK的時候 KTV的時候 就是我每次會 偶爾會點梁文英的歌曲 會覺得你的唱法有那個就是 一點點的哭腔 會感動到我們 所以你覺得就是我會 以你為一個目標 像你自己如果在 就是唱歌的時候 會以誰來 作為一個目標呢 以誰作為目標 其實我沒有一個特別的一個 對因為每個人聲音真的不一樣 對 上帝給你的音色也不一樣 嗯 那你會去參考別人的唱法 我都聽海外的 嗯 歐洲啊 日本啊 韓國啊 什麼我都聽欸 是 像你唱歌的時候 有就是度過低潮的時候 對嗎 呃 唱歌 就是在演藝圈方面 有沒有經過低潮的路段 呃 我其實那個不算低潮啊 只是工作遇到困難 然後可能覺得辛苦 嗯 對 那時候你怎麼克服的呢 繼續工作啊 繼續工作就繼續的賣力 對 然後你要 自己 知道說這個是會過去的嘛 哪一個工作 沒有 沒有那個挑戰 嗯 對 不過以現在的狀況覺得很開心啦 很開心很開心 是 所以這張專輯真的 也讓我在自己工作的心態上 變得享受很多 為什麼這張專輯會考慮用這個情人和知己分開兩個不同的版本呢 嗯 因為想要試看看 嗯 情人這一塊大家能不能接受 哈哈 沒有啦就是我一直來唱很多情歌嘛 對 然後知己其實也是 呃 我自己來講 嗯 自己非常重要 每個人都是 嗯 那 其實分成兩種版本 可以讓大家去挑選你們想要的梁文英 嗯 你當然可以買兩個回家 對 也可以選一個你喜歡的文英的一個形象 嗯 我覺得也可以從這當中知道 其實大家心目中的文英大概是什麼樣子 我自己很想要成為一個聽眾 嗯 然後現場聽我唱歌 嗯 嗯 像你自己在唱歌的時候會點自己的歌來唱嗎 不會 不會 都是點別人的歌 對 嗯 為什麼呢 因為工作都在唱自己的歌 就覺得唱太多了 也不是啊 就是 就沒有想要點啊 嗯 所以最後呢有沒有話就是想對我們的聽眾說的 對支持你的粉絲啊等等 好好好 就是所有的聽眾朋友們 很開心我又可以來到新加坡了 然後 在這邊聊聊天跟大家分享我的新專輯 這一張是我的第三張個人專輯叫情人之景 然後帶了很多幸福甜蜜 然後還有很多的鼓勵跟勇氣給你們 希望你們會喜歡文英的新專輯 請繼續的支持我 謝謝 所以梁文英最後祝你的這個專輯大滿 謝謝 謝謝你 謝謝大家 掰掰 活得精彩 七彩人生 活力無限 精彩988網路電台 大家好 我是梁文英